大家好 我是连长 欢迎回到本部连比达 手枪、子弹 大家都看过手枪跟子弹吧 当然我说的不是真枪 待机会上面我们看到欧美的电影 开枪好像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把画面改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之中 如果我们开枪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呢 如果我们把射击场面搬到太空之中 一切将会变得不同寻常 在没有大气的太空之中 子弹是否会一直飞行而停不下来 以及它如何行进呢 除了无限飞行之外 是否有终点 首先我们来谈谈太空中的物理环境 太空可以说是个几乎完美的真空环境 没有空气的阻力 也没有重力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柳顿的第一运动惯性定律 成为了主旋律 而这意味着一个物体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之下 要么静止 要么以恒定的速度直线的运动 所以当一个太空人在太空中开火的时候 子弹将会由于枪械内部火药爆炸推力 而被推出枪毯 但是由于缺乏空中的阻力 子弹不会像在地球上面那样 逐渐的减速耗能 它将以离开手枪时 接近初始速度持续的飞行 除非遇到其他的物体 或者是说太空中其他的重力磁场 而宇宙中存在了很多的星体 例如行星、恒星、黑洞 他们一定可以对子弹的轨迹产生的影响 如果子弹足够接近一个行星或者其他的星体的时候 它可能会被引力所捕获 而进入行星的轨道 或者直接坠落到星体的表面 但是如果子弹远离任何的星体 加上没有足够的引力来改变它的轨迹 那么它将会继续在太空中飞行 这时候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产生了 子弹是否能够飞到宇宙的边缘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宇宙的边缘到底在哪里 实际上宇宙是不断的在膨胀 以纤细的理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缘 而子弹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宇宙膨胀的速度 所以呢理论上它是永远到不了边缘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子弹旅程的重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宇宙中极端的环境会对子弹产生相当多的影响 它有可能会因为宇宙射线的辐射而逐渐的破碎 或者遇到其他物质时发生的碰撞 改变它的路径 因为宇宙中不是完全空无一物 宇宙尘埃危险的运势 或者其他可观或微观的例子 最终会与子弹来相遇 即使直接碰撞微不足道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也会逐渐的改变子弹的速度跟方向 而且宇宙中的极端温度的变化也会影响子弹 可能使它内部结构发生变化 更有趣的是太空中的射击还会有反作用力 根据牛顿的第三定律 每一个作用力都会有一个相同大小相反的反作用力 而在太空中呢 开枪时所产生的反冲力 反作用力会直接作用在开枪者的身上 由于太空缺乏可以抵消这种反作用力的环境 如地面或者是空气阻力 开枪者很有可能会被推动的往后移动 如果开枪的人没有固定在某个点上面 这个反作用力可能会使开枪者失去控制 漂浮在太空之中 而这在太空漫步的时候 或者太空站外面活动的时候尤其的危险 另外呢 枪械在太空中的表现是不可预测的 因为极端的温差、微重力或者是真空环境 都有可能导致武器的故障 甚至是爆炸 这种风险目前我们是无法缺切的肯定或者是承担的 如果子弹或者枪械零件在太空中变成了碎片 它们会以极高的运动速度 喷发或者移动有可能会变成危险的空间碎片 即使是很小的碎片 也有可能对太空船、卫星或者太空漫步的太空人 产生严重的伤害 大家要知道在国际空间站这样的环境之下 攜带武器更是被严格禁止的 这条规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太空人 因为违反规则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而在最后大家不要忘记心理层面上面的影响 身处于太空中已经是一个相当紧张的环境 即使我们听不到枪声 但是这种潜在危险会增加太空人的压力 并且继续不影响到它任务的执行 所以尽管在理论上来说 在太空环境中开枪是可行性的 但是由于种种潜在风险跟复杂性 太空人是不会在太空任务之中进行这样的操作 并且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要执行的是 假如给你一个在太空环境中开枪的机会 你会想要试试看吗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今天又是很魔幻的一天 我们下个故事再来分享咯 拜拜